像我們有這種靈媒體質的 這個龍兒鳳女 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你會躁動 那躁動的話 我會來跟我們的道卿說 一定要把我們三寶心法的 方式做好 會減緩你的躁動到消失喔 有沒有躁動的那個 經驗過的 有一句說 躁動 就什麼起咬那個躁動 壓下來不要你給我退開 那個躁動有時候你沒有辦法控制 像 我常在台南處理過一個妹妹 大學二年級開始發作 送精神病院 然後她現在已經30歲了 你看大學二年級幾歲 她已經在精神病院七八年了 那她為什麼會被送精神病院是因為 她沒有辦法控制 跟她那個 磁場 只要她發作她就是 起咬 她真的起咬喔 然後就說她是很Tension的 她是關心地軍 我要開宮做中 然後呢怎麼辦 家裡人受不了啊 因為她抓起來的時候 她會 很無價 把家裡的東西全部搞亂 因為她說她要開宮辦書啊 就開始亂 然後講的都是這種話 講的好像是正知見 可是就亂全家 最後呢 妹妹就送到精神病院去吃藥 綁起來 零就沒得休 那在這個過程中 阿嬤已經開了一棟房子了 一棟房子了 一棟房子要百萬吧 開不好啊 要怎樣 也沒有啊 想說來這裡處理 你看如果你是遇到這種 這種磁場呢 你怎麼辦啊 難道你 你 很年輕遇到這種事 到你三十幾歲也沒有治療好的時候 那你 一生不就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嗎 那她的家庭呢 跟著一起受苦 所以呢 我們其實 靈體有不同程度的嚴重性 最嚴重就是直接送精神病院 我們還沒有到那麼嚴重對不對 我們還自己控制 是覺得怪怪的 身體不舒服 趕快來處理 趕快來 趕快來這邊 調理 會慢慢好起來 所以呢 我們的靈邀老師 如果 你這個靈 絕 確定 你也知道 要做事 你不妨接受看看 年紀大做跟年紀晚做都要做 那你會不會選擇早一點做 因為年紀大的時候 你的體力就沒有那麼好了 那你現在還年輕 你還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呢 好好把握這個色身 好好的讓你的這個肉體 健康 然後來去做 有意義 幫助眾生的工作 你的靈也會開心 而且從這種過程呢 你又可以轉換 你的過去生的秉性 又可以累積公果 是非常好的事 所以呢 來到我們道場呢 我們 有靈療 靈修這個工作指令的道清 你不妨來 學學看 學學看 那我們靈療的過程呢 你要先建立一個心態 什麼心態 我是要紓仿對方的肉體 跟靈體為目的 我是紓緩他 我沒有要解決他什麼 定業不可轉 你解決不了他什麼 那有時候你靈療對方 會不會有夜險的做況 會喔會喔 夜險怎麼辦 趕快叫生物人員來處理 好你們也不要怕說 我這樣給人家靈療 靈修下去 這個人夜險 有的人就是在學的過程 就先怕了 因為怕他顯出來 他就自己不知道怎麼處理 不要怕 我們生物人員都在 我們會處理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在學的過程會有一段時間 讓你去培訓 培訓的過程 生物人員你一定要安排那個 比較資深的稻青給他做練習 不要說剛進來大德給他做練習 因為剛進來大德他身上還有很多灼脹氣 這個磁場一下去他就給他起來怎麼辦 那這樣你會嚇到我們還在學的稻青 他一次就不敢做了 所以安排的時候一定要 比較是穩定的人 那靈療老師你自己也要去加強你自己的正向能量 還有要用正向的言語去為 這個重心大德 為稻青做靈療 不要講負面的話 不要講 你會這樣子 得這種病就是因為 你不夠認真 你就是怎樣怎樣 這個都不要講 認不認真他自己知道 搞不好他一個禮拜來三次比你還認真 所以靈療老師講話要很謹慎 要以鼓勵的方法來說話 不要講這種 很負面的言詞 然後過程中不要愉悅辦事人緣 這一點是我們 在聖年工作靈修靈療的一個重點 勾勵的方法 再次